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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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好 好 歡迎大家來到教日科學廣場 有沒有覺得今天中央大學很熱鬧 有 有發現對不對 等於有一些朋友車子都沒有地方去 我們很開心今天是中央大學的畢業典 所以校園裡頭非常非常多人 但是假日科學廣場還是照常的舉辦 那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也是假日科學廣場這個活動的計畫主持人 和活動主持人 然後翻過來變主持人 好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師 這個左老師 左之前老師 他的公子其實是前兩年才從我們自己 中央大學的物理研究所畢業 然後現在在等羅盛照 可是因為有這層淵源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可以請到左老師來 那左老師的事跡我只要稍稍講一下就好了 左老師第一他有出書 今天有沒有左老師的小粉絲帶書 要來給老師簽名 好好好 害羞沒有關係 等一下會有機會 左老師出書為什麼可以出書呢? 因為左老師會坐的紙飛機的種類 有八千多種 就是一張紙而已喔 可以折出八千多種紙飛機 我跟左老師算很熟啦 我不知道他這要怎麼算 先坐完一筆就畫一個陣嗎? 然後可能家裡的橋上就畫白了陣 這是第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第二個很厲害的地方 好 這紙飛機坐完以後要不要試飛啊? 好 那很厲害的飛機 是不是可以在天上飛很久? 對 好 那飛很久要用什麼東西來算? 時間 時間對不對? 好 我們要恭喜左老師 最近又創了一個紀錄 飛機停留在空中 誒 這是沒有動力的飛機 小朋友朋友懂嗎?沒有動力 沒有加引擎喔 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力量飛喔 滯空時間 停留在空中的時間 兩分十一秒 要不要給老師鼓勵一下 好厲害喔 兩分鐘耶 兩分鐘 你看 你們要你坐在那邊兩分鐘不要動 動很難 會覺得喔 時間好長喔 這是第二個很厲害 第一個會做八千多種紙飛機 第二個滯空時間又很久 再來 很厲害的飛機是不是要飛很遠? 好 我們在那個我們的活動海報上也寫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又被打破了 這邊我們寫的是五十二米八 就是這個飛機喔 就這樣輕輕丟出去 可以飛五十二米八耶 小朋友在學校有沒有跑百米啊? 一百公尺的跑道 可以飛到一半耶 很厲害對不對? 好 如果你覺得前面三個已經很厲害了 我再跟你說一個 朱老師覺得左老師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們一定覺得喔 這麼厲害的老師 他的物理力很強 流理力學一定很強 然後他是一個 一定是一個那個科學 科學背景非常知識非常豐富的一個老師 所以他一定是物理老師 要不然就是自然老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們左老師是什麼老師嗎? 他是國文老師耶 他是國文老師耶 國文老師會做八千多種紙飛機 有沒有很厲害?小朋友 有 所以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如果是你真心喜愛 你熱愛的東西 其實不管你的職業是什麼 你輩子都可以繼續做 對不對? 左老師做了二十幾年對不對? 超過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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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這裡有一個好康的報告 大家知道 左老師今年可能會再出 他的新的版本的書 那請大家期待 那預計會出兩本 對不對? 然後如果按照時程沒有delay的話 應該今年會出 那我們就期待 今天會做的飛機 我們都畫在這個上面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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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 在假日科學廣場 可以做到戰鬥期 請不要做戰鬥期 很響對不對? 在這邊 好那個 沈默在這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個 很酷的 從來沒有看過紙飛機 是這種花色 有沒有? 很酷對不對? 客家的花褲欸 然後 哎呀 每一次左老師來 我就要很驕傲 而且虛榮的 把這個 左老師送我的禮物 搬出來給大家欣賞 這是左老師做的一個 這很像什麼 小朋友 很像什麼 賀 老鷹 恐龍 很像欸 很像 很像 很像貓蟲鷹 好 大家可以待會 就是有機會 或者是我們活動結束以後 來欣賞一下 好 那今天又要坐的飛機 總共有六種 我們希望每一種 都可以坐完 帶回家 所以我現在 就把時間交給我們 左老師 來 大家分別掌聲 參與左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左老師 這個我覺得中央大學 一直幫我這個 來提倡這個紙飛機 真的非常感謝 那 我的紙飛機 受災研究了二十幾年 每天都在每天都在坐 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靈感從哪裡來 其實到最後跟靈感都沒有關係 到最後變成是一種 怎麼樣 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 今天坐了跟明天會有關係 那一層一層一直坐 一直坐 然後變成到最後就很自然 那 基本上可以飛得遠 當然要飛得高 好不好 這是它的一個 連帶的那個關係 是不是 那我紙飛機到今年 因為我這幾年在試飛那種 那種室外飛的 利用那個汽油 可以讓它往上飛 其實很多飛機 飛出去到現在都沒有飛回來 對不對 而且 而且 因為我居然沒有帶那個 我拍的那個 一個1分48秒 一個2分11秒 它只要飛得比較久 我告訴你 真的一個很極樂的現象 那個烏鎖或是燕子 一定會去 怎麼樣 回去攔截 一定會去攔截它 而且越飛越久 它時間 它那個 那個越明顯 那1分48秒跟2分11秒的 那一上去之後 那整群 圍攻 真的是圍攻 等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 最近那個什麼 台灣第一等 它去我那邊拍的 所以我就不另外在那個 我們就放一下 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先看一下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最近才會播的 那順便看一看 我家裡的那個 我放飛機的地方 來 一箱一箱的那個都是飛機 一箱一箱的那個都是飛機 有聲音 我 要跳下去 這因為我從電視上錄的 所以會有一些其他的 好 誒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這個 怎麼這麼厲害 你只要趕快跟進出超過8 你哪邊 這麼一位 你再聊立醉 誒 來 各位看一下 沒有聲音沒關係 看一下字幕 說小反的 這應該是什麼 不然下來是米格 這個厲害 你看看 米格 米格 米格25 有沒有 這什麼的飛機 靈靈衝動的就是這個 造紙飛機達人 出自於他的手的 老師 原來你就在我們這邊 老師 你為什麼那麼厲害可以用一張紙 折了那麼多的紙飛機 說實在 我也不想的 你也不想的 你是不是要跟我小時候考贏分 不敢給媽媽看到 所以把紙飛機丟出去 你媽怎麼今天來我今天考試 對不對 大家都是這樣 他一常拿這個什麼 這個很簡單 這是基本款的嗎 基本 念中文系的卓老師 原本對物理學一竅不通 憑藉了對紙飛機的熱情 從一開始的基本款 慢慢研究 發展成各種不同類型的紙飛機 現在已經成功研發的紙飛機 鑰匙多達數千種 其中的80% 都是自己設計創作 有紙模型米真款 有卡紙設計款 有特殊造型款 不過接下來這一款 就真的是黑機嗎 這個有紙飛哦 是有紙飛 但是有紙飛的很不錯 老師 這是鳥嘛 這是... 可是這個鳥好像不是時間 這是時間時代的鳥嗎 有點結合啊 有點結合 你看 這個翼龍 這個不是... 這個... 你看這個 老師 你也卡通嗎 你覺得這個就真的 這阿蠻達的 對... 那我們試試看看好不好 你...你有試試過嗎 現在已經試過了 可是因為放太久了 放太久了 所以他都不起來 是不是在那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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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一開始 我感覺到那個空氣力去 把它帶上來 然後又下去 對... 請...請問前面不要坐 然後後面這個跳起來 然後把它... 放上來 所以你剛才放往上... 對...往上溜 它就往後翻 這種像鳥造型的飛機 光是在老師的工作室 擺出來的 就看到十幾種 不同的鳥類造型 老實說 這張鳥飛機 不只是飛得聞 如果在室外氣流好的話 它可以飛得最久呢 大概之前 我們在試試看 鳥飛機... 鳥飛機 目前最高機率是2分11秒 其實大概從三十幾秒之後 後來發現 有一個現象 那個一飛上去 那真的鳥會攻擊它 蛤 你看到 真的鳥會把它當作是 對... 外來者 因為入侵的 尤其是有燕子跟那個 那個護船 非常重要 它第一次有一個牆 它會去國護船 鳥飛機坐的B車 不只飛行時 就像鳥在飛 就連滯留在空中的樣子 都像老鷹盤旋 也難怪 真的鳥類會誤以為是 其他外來鳥飛進飛行領域 而群體攻擊 老師 你的鳥飛機實在是太強了 不會吧 叫它 很強 有沒有 這很優雅 像是國外最厲害的一個那個 Dyson 它那個熱風冷風的那個那個 那個... 那天空氣就是這樣 它這個也可以... 有毒素 這個毒素啊 嘴巴長得很像那個... 誰 台灣... 誰 他這個也可以飛 來 各位觀眾 這個 我們先不要讓它飛 我先問問它的圓圈圈圈 這四個圓圈圈 它也沒有 它的機身在哪 最主要的是 其實最主要的是 是... 上其他這兩個比較大的圈圈圈圈... 對... 如果你 donc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造型的飛機 你是從哪裡想出來的 因為我在坐飛機的時候 任何情況我都不ensch 褲外星人... 我現在幾合對稱的都可以飛 我們可以太多 可以 這個我們先講一下 前面你看,重量會在前面 後面一樣有兩個導應 我們各都重量在前面 因為老師把這個直 這個厚的地方有架一圈 一圈在這邊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重量 因為紙比較對面比較重 對 好 那個它還有另外一個用力 就是它可以切放進來 OK 切放進去 它有用力 它真的沒有很穩 好漂亮 來 想幹嘛 用力 好帥喔 好帥喔 這一款看起來和紙飛機 根本摘不上片的吹風機造型飛機 居然更厲害跟更平穩 老師 你的紙飛機 真的已經超乎我的想像範圍了 你不要亂講 你馬幹什麼 你是什麼保護公司的你自己說 那是什麼三萬兩天 其實有用過動畫叫天外奇蹟嗎 對 那方式可以對 是是是 不要不要不要 這是什麼 等一下 這個就跟張杉磯是 大概是四個圈圈 這是一個大決戰 它是有 原本是一樣的 那你是一樣的 就是改成 改成之一 好 飛到飛到飛到 有 我個人是覺得說 它的悲情的那個 像一般來講的話 這種造型的我已經想到 不用想 我的想像裡面可能就是 你丟去 它就有空降到 沒想到它的飛行距離 是到三五左右 而且現在是在 我們空氣阻力 有一個前進之下 在室內 它可以飛到這麼多 可想的它在室外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老師你真的好厲害 我現在對你真是佩服的 超好 聖鼓 聖鼓這一家 這什麼 轟魚 有的 是必貴的 轟魚在海底世界裡面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飛行物 它是在海裡面 它在海裡面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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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成為主力 對不對 由於我們在這個空中的話 是空氣成為主力 主力 它其實也會產生生命 來 各位 空裡要飛進去了 好不好 就是這樣 對 好像在海裡面這樣子游耶 太多了 老師的造型飛機 真的多到讓我是野花撩亂 連輪子造型也有 我看只要是生物飛行物 老師你應該都做得出來吧 除了造型飛機 老師也正準備申請 金氏世界紀錄 一張A4 不用任何剪裁 就可以變化 多達五千多種造型紙飛機 光是這個項目 我看要有人破紀錄 也很難吧 跟著老師學習則簡單 初學者的紙飛機 換 準備囉 健身招囉 來 預備 一二三 抱歉我 但是很開心 希望你呢 不斷地來研發更多的飛機 然後為我們台灣來爭狂 好 謝謝 好 早日呢 登上 真的去登記 因為你的實力已經可以登記 金氏世界紀錄了 對 而且是好多翔好不好 各位 這就是我們台灣第一等的 卓老師 你厲害了 好不好 來囉 謝謝 不要累 對不對 喂 從一架最基本的紙飛機 飛上今天 當現在只要是一張A4值 就能夠變化出 各種不同造型的紙飛機 卓老師鼓勵不懈 專研紙飛機二次幾年 現在不但成為全台最厲害的 紙飛機達人 更實現許多人變紙飛機 太厲害了 老師 加油了 好了 這是什麼 各位之前有看到嗎 有沒有 他是比較晚上播的 好不好 那今天這樣 我看來時間應該耗掉滿多了 那我們現在呢 從現在我們趕快來整 我今天預計我準備了這六種 那麼應該是至少這幾種要把它折完 對不對 那這個很簡單 這個不會難 那麼到時候我們再來做 我們先從基本型的開始做 那個紙發下去了嗎 來可以了 可以發那個紙了 一個人先拿五張好了 一個人先拿五張 怎麼樣 等一下我在這邊折 然後你們透過那個螢幕 待會可以順便看 然後我們就盡量少畫來 好不好 把那邊畫 可以 在這裡畫 然後在這裡畫 也可以 這樣可以 遇到那個 OK 再給我一支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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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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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有各種不同顏色子 那這樣很好 第一個人 先拿五張 好 OK 回 回 回 這樣靠門禁了 那到底用不來 好 當然還是用那個 好 先掛起來吧 對 掛著耳朵 耳朵啊 好奇怪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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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 我們開始準備好了 我們開始做了 我問一下 之前有來直播的舉手 很多 好多 好多 大部分還是都沒有直播 那我們今天來為你介紹的第一架飛機 這一架飛機 是我稱它為簡單型的 簡易型的飛機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所有的飛機 我都是從這一個飛機開始的 這個最簡單 因為它容易折也容易飛 各位來 可以開始了 因為我們也要適應一下 來 開始 來 這一張紙拿起來 拿起來 先拿起來 看一下直的 直的 好 記得很直的 好 好 再來要開始了 來 好 直的 左右對折 左右對折 所以要扯準一點 扯準確一點 兩邊要盡量對得剛剛好 這兩邊要盡量對得剛剛好 你看齁 我折完之後 我會用我的手指頭 你把它那個折線 稍微把它刷一下 讓那個折線 怎麼樣 把它變成很固定 那條線 折好 左右兩邊也要盡量折準確一點 左右兩邊齁 好 注意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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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選的飛心 是從這裡開始慢慢產生變化 所以等一下折的時候會有彈簧小異 好 現在從上面這個地方 你注意那一條中心線 中心線看一下 這裡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折下來的時候 你不要把它填到滿滿的 你讓它中間那一條線稍微留一點縫 頭不用尖尖的沒關係 來 我們開始折 折下來 來 中間不要超過中心線喔 記得 不要超過中心線 留一點小小的縫 沒關係 兩邊折下來 你看我折起來 我折的時候 你中間其實是有一點縫隙的 可以看一下 我折中間其實有縫隙 有沒有 不是全部把它填滿的 有沒有 那折好之後 一樣也是把邊邊刷一下 如果你旁邊有筆 你可以用筆去刷 用筆來刷 那個角度你會固定 那個角度會固定 來 看一看有沒有 兩邊剛好 那個角度都剛好差不多 有沒有 中間 注意你看老師那個折的這個 中間有一個縫 有一個縫 我們如果紙飛機不要折得太尖的話 因為有時候那個紙比較厚 就折的尖尖的丟過去 出到眼睛會受傷 所以這個不用那麼尖 來 再來 這一棟折好了嗎 好了 可以了 來 這個很簡單 再來 你中間你看 手把它壓著 壓著 然後你再往裡面折 就是你剛剛折的這一塊 你對著那一塊再折下來 對著你剛剛折的那一棟 第一棟把它折下來 再往裡面包一層 再包一層 好不好 對對對 一樣 不要超過中心線 就是你剛剛第一塊折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你把它對準 然後折下來 折下來 兩邊都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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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邊都要折 那折完之後 記得 折 用那個筆 把那個邊邊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你看那個折線 越平越好 折線 來 這裡折的時候 你看一下 我從中間 從中間往 往前 往前 往後 往前 然後再往後刷 這一條線會比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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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樣 兩邊都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 來 刷了 那這一張紙要越平越好 越平越好 不要折到這要變成衛生紙 但是就比較不會飛 好 就這樣這樣子 你看 中間那個縫隙還在 中間那個縫隙還在 好 再來 再來可以下一棟了嗎 可以了 來 轉過來 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 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 一樣往兩邊 把它刷一下 從中間往兩邊刷 那一條折線 刷一刷 或是用 鼻內把它 刷一下 刷一下 從中間往兩邊刷 中間往兩邊刷 好了 好了 來 再來 好 再來 你看 你看 有一個直角 這裡有一個直角有沒有 好 來 這個直角對準自己 對準你自己 放下 尖尖的 尖尖的 尖尖的在左邊 在左邊 在你的左邊不是我的左邊 好 來 好 再來 你看喔 我現在拿著筆 你看喔 旁邊的屋有筆的話 所以那個 其實這個是 用看了也可以啦 來 你看看這個邊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邊邊 有沒有 這個邊邊 注意喔 這個 這個不要長了這個直角 這個對準自己 好 這個邊邊的中心點會不會 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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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點出來了 你看 中心點 你看 有沒有 中心點 中心點 點出來了 就剛好中心點 剛好中心點 不要不要 不要 用點了就好了 用點了 那 如果你在家裡走呢 你可以用尺量 用尺量 從底下看算 1 2 3 4 5 5公分 也可以 其實5公分是最標準 那中心點是最好取的 好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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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它轉過來 朝向你 朝向你們那邊 我反方向 那這一個 再來 你看 這個 這一個 我對準 來 這個斜上去的 這一個 尖尖的有沒有 斜上去有沒有 這裡是頭 這裡頭 你用那個拇指 或是兩個 小朋友大概兩個食指 兩個食指 你看 我用小朋友的兩個食指 你看一個寬度 兩個寬度 其實不會很大 那大人的話大概一個拇指寬 你看 大概一個拇指寬就好了 一個拇指寬就好了 你看大概到這裡 大概到這裡 你看 其實 大概一個拇指寬就好了 小朋友大概用十指兩個指頭寬度就好了 這個頭 頭的地方不能太大 特別注意 頭不能太大 你太大的時候那個肌翼刺膀的地方 它就會 會變小 好 那好了之後你看我先把它畫出來 你們不用畫了 其實大概用看了就好了 來 因為我畫的不是很 來 你看 來看一下 有沒有 你看 從這裡到這裡 好 再來 來 把上面 上面這一個呢 折下來 根據你剛剛的那個 折下來 你看 折的時候你看 你看一下老師折 不要從兩邊 你從中間 中間慢慢調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那個 調整那個點 把它調整一下 從中間慢慢把它 慢慢慢慢 扳下來 你看 我先壓住中間有沒有 然後再往兩邊刷 有沒有 往兩邊刷 你可以這樣 這個 往兩邊刷 那有筆的話呢 你看 用那個筆的滑滑的 你把它 從中間 刷過去 往兩邊刷 往兩邊刷 兩邊刷 來 這裡 你看 這個 那兩邊都要折 兩邊都要折 我剛剛 折第一面折下來 這個折下來 另外一個是 反面的 反面的要折過去 你看我把它放過來 來折 對準 這裡 我把它對準之後 你慢慢 先對準 先把它對準 對準 對準 對準完之後 你用那個筆去刷 會更準 會更標準 你看 用筆慢慢刷過去 刷過去 那注意哦 排美折 老師我先講 老師 還沒折好事情 不可以飛啊 可怕 我們要飛 我們等一下到外面去 因為這裡人太多 等一下飛過去 從頭上 就過去了 來 好 你看 再折 你折的時候 把它刷 往兩邊刷 折線 刷一刷 再刷 從中間往兩邊刷 會最好 刷平一點 把它刷平一點 刷平一點 那個你可以從中間 從中間 從中間 把它稍微慢慢 把它這個 微微的先 先把它搬過來 然後你 壓好之後 再從中 往兩邊刷 這樣會比較標準 這樣會比較標準 來 海美折好 對 要學 用那個原子 你這樣刷 從中間 往兩邊刷 比較不會變形 從中間 往兩邊刷 比較不會變形 往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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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往兩邊刷 記得 從中間 往兩邊刷 會比較好 好 折好了嗎 來折好了 你看 再拿起來之後 再把那個剛剛折的那個 再把它刷回去 這樣子 有沒有 再把它壓回去 壓回去 有看到那條折線了 有看到折線了 有沒有看到折線了 好 看到折線的時候 再來 再來 要定三個定速針 我們以前 我記得我在國小的時候 那個座位故意吃下來 折一折 然後就丟上去 那丟上去之後 它裡面是開開的 這開開開的 有沒有 基本上它是比較不符合 那個空氣流過去的時候 產生了勝利的那種作用 它反而會產生阻力 為什麼 它讓空氣進去之後 會在裡面停留探險 怎麼辦 好 我們現在要把它定起來 定哪裡呢 來看到這裡 我現在 剛剛 我折的這裡 你看我折的這裡 你看我把它畫三個定速針 第三個定速針 來喔 你不用畫 等一下直接定就好了 特別注意 一要在中間 定的時候 一要在中間 為什麼 你如果兩邊定好在定中間 中間會凹凸不平 會變形 一中間先定 那後來再定二 定後面或是定前面就沒關係 你看喔 定的時候 來 這裡 你看 在這裡 啊定在哪裡 你看喔 來 可以 動一下 來 定在這邊 你看喔 我現在從這裡上去 對不對 你看喔 這是飛機 這是上下 在這裡 你看喔 有沒有 你看喔 我把那個定速針放上去 定在那一條線的下面一點點 定上去 有沒有 我在定在那一條線的下面一點點 你不要定在線上 因為在線上 等一下那條線會變掉 好 定好之後 你再定後面 然後再定前面 再定前面 有沒有 中間一定要先定 前面 前面後面就 比較沒關係 比較沒關係 所以喔 你在定的過程裡面 你在摺過程裡面 不要 不要去摺到那個 那個紙 不然等一下做好之後 會歪歪的 它就會影響 會影響 來 來 來 定了嗎 定好之後呢 你可以把那個記憶放下來 來 看一下喔 看一下那個 我現在把它對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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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已經摺好的 你可以從正面看 正面看 或是從後面看 你看喔 那個角度是這樣子 我把它讓它秤出來 你看 你看 來 你看 開一下那個 來 看一下這個 角度 看一下這個 角度 來 各位 看一下這個 角度 是不是 那個 兩邊的記憶 有沒有 微微往上 有沒有 沒有 是不是 來 特別 沒有用力 來 這個有點 你看喔 來 看一下 各位 來 看一下那個螢幕 來 你看 如果 飛機這樣子的話 那基本上這一張紙呢 它真正中心 其實應該是在中間這裡嘛 對不對 大概中間在這裡 那整個來講 整個這一張紙呢 這一張紙呢 整張紙來講 它沒有一個地方 重量是比較重的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地方比較重 所以呢 基本上這一張紙呢 如果我們把它放下來 它是會亂飛的 它沒有方向的 會飄的 它只是會飄 不是會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折進去的時候 一棟 兩棟 有沒有 是不是剛剛折進去 折進去的時候 我們改變它重量的分布 重量的分布 那 基本上 這一張紙呢 如果對折 有沒有 我把它這樣對折 分成兩 分成兩邊的話 那我們這一下飛機 坐好之後 有一半 大概有一半的地方 是會有改變 為什麼 把它重量 把它怎麼樣 把它集中 但是 有一點 它的 前面跟後面的重量 其實 前面是比較怎麼樣 重量 比較輕 因為它有一部分移到後面去的 重量其實是比較輕 但是呢 它在比較 比較前面這個地方的單位面積 它的重量怎麼樣 它是比較集中的 所以這下飛機 我們現在比如說我這樣拿著 放下來的話 是會後面朝下 還是頭朝下 後面朝下 來 再上面一點 你看 你看 是頭 對不對 要記得 前面其實重量 整體重量是變輕了 但是重量集中在 比較 比較小的單位面積裡面 對不對 好啦 這個重不重要 我剛剛講過說 飛機越輕越好 可是有重量 重量配合對 它可以載很重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飛機飛在天上 它也可以載很重很重 最主要是如何去配重 那這個飛機配重 配了重之後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動力讓它往前飛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假設我在這個地方把它黏著一個石頭 有沒有 一丟 請問我是丟什麼東西 我是丟那個石頭 是石頭把它往前帶出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丟那個重量 那這個飛機也一樣 這個飛機也是一樣 這飛機 前面這個地方集中了 所以我們一丟的時候 其實是丟這個重量 知道嗎 那現在我完全沒有做調整的時候 我丟出去的時候 基本上會怎麼樣 因為這裡不帶那個 我簡單的講 那你就簡單的聽一下 基本上這個飛機丟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它是會有一點直線的斜斜的拋線下來 直線其實也不是拋線 就是它會基本上會是這樣子下來 這樣下來 那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這個裡面 你看再來 我們看看你看一下 第二個高度 高度 那高度是 像那個鳥飛機 你要讓它飛了久的話 當然是要往上丟嘛 往上丟的時候 利用那個高度 它往下飛的時候那個落差 那個落差呢 也是等於是利用這個重量 把它往下帶 那有往下帶的時候 第三個你看看 角度 角度 哪裡的角度 除了我剛剛說飛機這個反角以外 這個角度以外 飛機有很多角度 這個反角 上反角 還有迎面來的這個角度 迎面來的角度 我們稱為衝腳 或是弓腳 或是銀腳 好不好 這個都是 就是讓它空氣衝到前面來 要讓它空氣衝到前面這個地方 空氣衝到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才會飛 那要怎麼做呢 要改變後面的角度 改變後面的角度 好 我們剛剛講過說 丟出去的時候往下掉 重量往下帶 那往下帶的時候 同時空氣會怎麼樣 往後 怎麼樣 刷過去 其實是這樣刷 兩邊都有 整個飛機這樣刷過去 那刷過去 空氣會流上去 流上去你看 這個地方 後面兩個角 這兩個角 我現在把它改變 改變它的角度 改變 你看 是不是比較大 怎麼樣 這兩個角度是不是比較大 那我改變角度 我一樣是要丟出去 會怎麼樣 會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 有沒有 覺得往下的 有沒有 不會 不會 不錯 你們都很聰明 其實是怎麼樣 它還會往上 幫它拉起來 那 這個要可能腳快一點 為什麼上去之後它會變成這樣 不是這樣 蹦下去 你看 你把它感覺一下 空氣流過去之後 怎麼 會把它倒上來 會被它倒上來 倒上來之後再壓下來 壓下來 空氣是會這樣跑 飛上跑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被它壓了 你看這艘飛機中心 我們找到那個中心點 那個 當作有一個軸 有一個軸 這個飛機飛過去之後 風氣流流過去之後壓到這裡 壓到這裡之後 它會被它接受到那個壓力 你看它被這樣倒過來 你看 空氣流過去之後 會被它往下壓 那往下壓 其實是要產生生力 我們稱它為 向下產生前面的生力 你看 這樣子 空氣流過去壓到這裡 然後 後面往下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 會讓它抬高 那抬高的同時 空氣就跑到這裡來 這個地方接受的壓力會比較大 這裡 地方會壓力比較大 那麼它空氣從這個地方碰到這裡之後 被它刷過來的時候 會把它撐上來 就像這一張紙 這是一張紙 你看喔 你看喔 你看 這是一張紙 我移動的時候 你看 有沒有 這是斜斜的 斜斜的 當我移動的時候 空氣被灌到這個地方 所以就把它拖起來 拖起來 這個可以產生連結嘛 其實是這個原理 來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 然後這個抬高 它就會慢慢拉上來 你只要記得 這個 這一個向上的時候 它就產生勝利 產生勝利 有沒有 那反過來來講的話 這個兩塊放下來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下降 絕對是增加那個 一丟它就下來 得不好 一丟就下來 好 那其他那個我們就不要做 有人是說 一丟高一丟地會怎麼樣 旋轉 往哪邊旋轉 往高的旋轉還是往低的旋轉 往高的還是往低的 有點搞混啦 我先講好了啦 不要做啦 往高的地方旋轉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裡 它受到碰到的那個比較多 相對的這裡也是比較多 碰到比較多 它當然產生的那個什麼 它產生的那個 產生的那個阻力會比較多 就像你 我這樣走過來之後 右邊碰到的阻力比較多 當然是往那邊嘛 往那邊翻 有沒有 這邊 走過來之後往那邊翻 丟一下好了 有沒有 你看 這個空間不是很大 這邊 來 你看 爬甩一下 爬甩一下 它會旋轉 這個實驗一定要做啦 這個我是告訴你怎麼樣 就是說 當重量 把它拉到前面的時候 空氣刷過去的時候 你後面的角度改變 它必然就會改變它的方向 好 那 這個要把它記起來 這個地方 好 那我要 如果要讓它比較飛的比較 不要一下子是串高 一下子就飛得很高 那就要怎麼樣 就這兩塊 把它升高一點點 我們勝利不要那麼多 好不好 勝利不要那麼多 一點點 試看看 有時候會不靈 好不好 你看 它就會拉得比較直 好不好 拉得比較直 這個 好 這架飛機讓你們試驗一下 好不好 試驗的時間 我們做完兩架再去 好 好 我們做完兩架再去飛 好不好 這架先放著 要記得 來 第一架先放著 放著 再來我們做第二架 做第二架 好 朱老師插播一下 那個小朋友可以在你的飛機上 寫上你的名字 或者是畫上你的記號 因為待會你一出去飛 就是滿草都是飛機 你可能找不到自己的飛機 我們也有發彩色筆 小朋友可以先寫 或者做記號 鼻子要記得 鼻子要記得 我們做完兩架以後 一次試飛兩架 好不好 趕快做第二架 好 趕快做第二架 那今天我選的飛機 他前後都有關聯的 再稍微做改變 好來 來 一樣拿起來 拿起來 好 左腰對折 還記得剛剛的那個折的 一樣 左右對折 左右對折 左腰對折 好 好的時候打開 打開一樣 有沒有 好打開了 來 放下來 放下來 記得剛剛折的嗎 如果你會的話就直接折 來 上面折下來 上面折下來 一樣 跟剛剛都一樣了 中間有一點小小的縫隙 有一點小小的縫隙 好 記得每折一洞 把它刷一下 用你手或是用那個原字表 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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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如果你覺得有疑問也可以舉手 好不好 那個旁邊的那個那個 大哥可以那個幫你 來 來 折好之後再移動折下來 一樣 折下來 那折的時候特別注意這個邊邊 這個兩邊 這個兩邊 要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 就是這一個的邊邊 這個邊邊 兩邊的這個邊邊 有沒有剛好一樣大 一樣長 好 那你折完之後 一樣用那個筆 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 這個 這個紙呢 是A式的影印值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這樣也可以找到那個像AA的那種 那種80磅的紙 那個是最好的 好 那是我們折過紙飛機裡面 那種紙比較厚度會比較剛剛好 好現在一樣折起來 好 折到這裡了 已經折到這裡嗎 你們要紙飛機坐到之後變喘了 來 這個兩邊 稍微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來 好了嗎 可以的嗎 已經折到這裡了嗎 來 快點 來 再30秒 那你折好了 你把旁邊刷一下 刷一刷 刷一刷 好 好的時候 你把它合起來 一樣合起來 放著 尖尖的朝你的左邊 然後那個比較長的這個線的那個紙 指甲的朝自己 朝自己 好 來 再來 再來 我們這裡要稍微那個 來 這裡 我再畫一下 你先把那個頭 尖尖的那個斜上去 這個跟剛剛一樣 好不好 你剛剛弄 折多大你去把它留下來 大概 拇指寬 那個大人大概一個拇指寬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概一個拇指寬 一個拇指寬 一個拇指寬 那小朋友呢 你可以用那個食指點兩格 小朋友可以用食指點兩格 點兩格 點兩格 我們把它點出來 這個 來這裡 來這裡 就把它點出來 好 點好 點好 點好了嗎 來 再來 這個跟剛剛一樣 好再來 還記得地價的時候 那個邊邊 這個邊邊 剛剛是在中間 對不對 中間 好 我們現在把它變成三等份 三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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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等份 來 記得 1 2 3 3等份 3等份 接近那個 下面這個指甲的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我們這個把它當作V 怎麼樣 剛剛那個 把頭的地方當作A 來 你看 這個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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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作V 好了 來 我先把它畫一條線 這個點 這個比較快 好來 我先把那個A跟B 那個那條線 先把它畫出來 你看 其實 其實 其實不用畫 因為畫的時候 你要折起來那個線 就會比較那個 我就畫給你看 你如果可以抓住那兩個點 其實不用畫 好了嗎 好再來 再來你看 上面 上面這一個點 上面這個點 把它 寫上C 有沒有 那 來這個 變成兩條線 我稍微把它改變一下 這樣比較好折 好不好 你看 那麼這個邊邊也分成三等份 有沒有 三等份 那你從原本投的這個地方 投這一條線 兩條線 有沒有 兩條線 把它畫出來 輕輕的話 你用原子比較輕輕的畫 輕輕的畫 輕輕的畫 你記得這個後面是分成三等份 對不對 那麼再過去 那這個其實分成三等份 它不是最佳的比例 對不對 但是它是比較好折的 好了嗎 好了 我們要開始折囉 可以了 來 先折底下的那一條線 把它折下來 底下那一條線 底下那一條線 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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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下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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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間往兩邊刷 往兩邊刷 輕輕的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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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需要再講一遍 來 好 兩邊都要折喔 還記得兩邊都要折 兩邊都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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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好說呢 你要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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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覺得不好折有沒有 我盡量把它簡化 盡量把它簡化 來 折好之後呢 記得 我現在折好了 第一條線折好之後 再把它放回去 第一條線折好之後放回去 來 第一條線折好之後放回去 那我這裡現在我把它畫三個定書針 這是你要定的地方 定書針 一樣中間是1 從中間往兩邊刷 好 如果你已經折好了 記得要放回去 你現在看到那條線 原本那個三個定書針 你要把它定上去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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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折一下 可以 你要先對準 要對準 好 再來你看 放回去 你剛剛折的那一棟 剛剛折的那一棟 要把它放回去 把它放回去 平的 平的 好 定三個定書針 三個定書針 這個你看 定三個 一樣 中間先定 每次都要記得 中間先定 中間先定 定了 三個定書針 三個定書針 定完之後 把它刷平一點 就不要再放回去 不要放回去 刷平 平的 不用 不用 不用放回去 不用放回去 好 如果已經定好的 上面那條線 可以往下折 C的那條線 A跟C的那個那條線 有沒有 換折上面那條線 你折好之後 你折好之後 你押放平的 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從中間往兩邊刷 來 這樣子 然後呢 往過來 兩邊都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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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記得要刷 把它刷平一點 刷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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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折好的時候 是扁扁的 扁扁的 你看 從前面後面看起來 扁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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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遍 還有人 這一棟還沒做 你剛剛定書針 你定好之後 是這樣子 定好是這樣子 定好之後 我放下來 折那個ANC的上面這一條 把它折下來 上面這個把它折下來 上面這個折下來 兩邊都要折 折好之後 用筆再刷一下 扁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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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放回去 對 扁 先扁 對 這樣子 對 方向 相反的 對 對 相反的 來 我幫你先弄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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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折過來 對 折過來 好 折 折好的舉手 折好的舉手 折好的 看這裡 你現在把那個肌肉把它打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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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架飛機 你看後面 你看後面它的角度是這樣子 對 這樣子 來 這一條折線 你稍微把它刷一下 把它壓一下 讓它放開一點 基本上是這樣子 中間有一個勾 你看中間有一個勾 有沒有 中間有一個勾 因為這是白色 來 比較那個 看看我們來抓一個角度 你看中間有一個勾 中間這裡有一個勾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勾 那麼這架飛機 跟前面這架飛機 兩個比較起來 你看 看一下 對 這樣子 那多了這個勾之後 它照理講 照那個 那個空氣流動 流過去之後 它角度比較多 它會抓得比較緊 它同時 它飛起來會比較穩定 好來 你看 這樣子 只好就是這樣子 這是第二架 你看 從後面 從這個後面 角度來看 你看 來看一下 你從後面看一下 角度是這樣子的 其實這旁邊這兩個 應該可以往朝下一點點 也沒關係 或是平的也沒關係 這樣子 來 好了嗎 你已經折好了 可以先寫上名字 今天要打開喔 你們要打開 等一下是不會飛的 好不好 你看 寫上名字之後 來 看到這裡 這一架飛機 你看這個後面兩個角 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跟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讓它往往上彎一點點 有沒有 你看喔 看起來是有一點往上彎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往上彎一點點 這個 這個角 邊邊的這個角 往上彎一點點 有沒有 彎彎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是 就是有一點往上的 往上的 彎彎的 來 注意喔 再一下喔 這個要把它調整好 你看喔 這個飛機你看 你知道老師嗎 你這個角 這個角度 這個角 你把它壓下去 沒關係 刷一下 這個角 這個角度 把它刷一下 讓它平一點 不要角度那麼大 刷一下 你看喔 但是看起來要這樣子 要開開的 有點開開的 不要全部都皺在一塊 不要全部都皺在一塊 稍微開開的 好 來 名字寫上去 第一架飛機也拿起來 摺一下 那個旁邊 這個後面的這個角 你看 這個角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你看 其實不大 我這個角度不大 來 這個角度 稍微把它抓一點起來 來 你看 就再 稍微往上彎一點 再往上彎一點 摺好了嗎 好 我們要到外面去飛喔 我們到外面去飛 名字要記得寫上去喔 還有我要先講 不可以對著人家的身體 則丟過去喔 有沒有 不要開 不要開玩笑 不要從那個身體蹲過去喔 那 來 我再講一下 等一下丟的時候 剛才你到外面 你可以往上丟 你再試看看 平的飛看看 平的飛看看 試著用平的那個 你讓飛機往前飛 四個 它飛到就讓台灣自己夾拉起來 它會產生生命 好 這樣丟過去之後 它會作用它會往上升 好 往上升 好了嗎 可以了齁 好我們到外面去飛 好我們 現在是試飛時間 試飛時間 我們有十分鐘 然後大家這個試飛完 請再回到現場 謝謝 來 我們出去試飛一下 好 來 那個 可以坐下來 可以發下去 可以發下去 好 來 那個 來 趕快 那個趕快坐下來 坐下來 好 你看喔 我現在拿著這一張 我拿著這一張來 各位 翻到第一頁來 第一頁來 看一下第一頁 你看看第一頁 欸 我這裡也有一張齁 那個 現在捏 剪好的那個 現在要慢慢發下去 你們看看第一頁的 這是從這一張圖 我把它剪下來的 我把它剪下來 那因為怕給你剪的話 可能時間會耗掉很多 我就先把它剪好 那所以 因為我很多張一起剪 所以不會很標準 你可以看到這個骨 對不對 這個 這一架飛機呢 是F51 F51 其實 比這一張紙的這個厚度 其實還是比較薄一點 但是呢 做出來呢 它其實也可以飛 好不好 來 請各位小朋友 記得 拿到那張紙的時候 因為這一張紙很薄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摺得很細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 然後就把它撕破了 好不好 好 拿起這一張紙來看一下 看一下正面 它那個圖 有畫圖的那一面 有畫圖的那一面 有看了嗎 好 可以 小朋友可以 不要講話了 來 按一下 來 這個飛機是我設計 這個是二十幾年前做的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稍微要改良一下 那這個是因為那個去年優勢文化 出版社 他們那個拿去當作教材 對不對 那我是拿來做 這個是書裡面 書裡面沒有錄這一架 這個是我最近都把它修改的 好來看一下 等一下折的時候 我們要從背面 我們要從背面折 你先看清楚 來 看清楚上面 這上面 是不是有一條比較長的線有沒有 好 還有 裡面你看 這個線 先把它看一下 1 2 3 4 5 那這裡6 7 8 大概這8兩線 左右 各用那個 那這個做好之後是這樣子 有沒有 做好是這樣子 這是F-51知道 F-51 我告訴你 這種飛機 其實它不好飛 那真的戰鬥機 真的戰鬥機 它引擎那個充力很大 對不對 但是我們把它做成紙飛機之後 它有一個問題 它的機翼很短 對不對 那很短的時候 你要試著讓它飛 飛得又直 很直 它那個要調得很仔細 它才會飛起來非常直 那如果你飛得很直的話 它會看起來好像一架真的戰鬥機 縮小版的 對不對 好來 拿起來看清楚了 看清楚 好 翻到背面 可以上去 背面 可以對 背面 來 好 你記得剛剛折的那兩架飛機 前面不是折兩洞有沒有 你把它看到這上面 來 我們開始了 往上面 因為我沒有畫那個1234 怎麼辦 所以就那個 注意中心線 中心線 中線 對 把它折下來 先折下來 這一塊折下來 有沒有 你折下來的時候 會看到那條長的線 注意 注意 中間一樣要留一點小小的縫隙 仔細一點 因為這張紙很軟 來 再折下來 兩邊 兩邊 不一定要對準那個線 但是你用剛剛那個折的方式 有沒有 折到裡面 折到裡面 來看一下 這樣折有沒有 你折好之後是站的 好 折好之後你記得 用手指頭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各位 我先講一下 這一架飛機 我第一張 這一張紙比較軟 是我們用來練習的 你回去之後 你可以把這一張紙 再把它折下來 這一張紙 這張紙會比較厚一點 但是我想你可能不會拿去折這一張 因為你會拿去影印對不對 好 記得可以印 但是不要拿去賣 拿去賣的話 他就會找我們 找你的麻煩 好不好 這裡好不好 這個紙飛機 來 記得 來 這一張回去可以當作作業 這裡面我所附的那幾架 都是以前我們在這裡折過的 不是今天折的 所以你回去你再好好折 來 我們再來 再來 你看現在折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旁邊這一條線 有沒有 折那一條線 反正折進來 折進來 這個跟你剛剛折的是一樣的 跟你剛剛折是一樣的 這個折進去是要當作什麼東西 當作重量 對不對 重量 來 往裡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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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時候看起來像一隻青蛙 你看 對 看起來像一隻青蛙 來 那一樣 你可以的話 用那個筆內 把那個邊邊 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你有折過的刷一刷 刷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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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像一隻青蛙 好不好 因為它是綠色的 好不好 來喔 來喔 好 有人那一棟還沒做 來 再來 好了嗎 好像還有一些還沒做 來 走到這裡 來 這個地方你看 現在折起來是這樣子 那一樣 這個原理其實一樣 你看 我說我們剛剛折的第一種飛機 簡易的飛機 簡單飛機 我很多種的飛機都是從那裡改良出來的 包括這個也是 只是說它這個要比較複雜一點 好 你看喔 再來喔 再來我先折一下 停一下在那個 那裡有一個飛彈的地方 你要特別注意喔 你看喔 我們先把它翻過來 你看這裡旁邊 是不是旁邊這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有沒有 連接到有個飛彈有沒有 那個缺口那個飛彈有沒有 底下折的時候其實是要往這樣折 有沒有 但是要翻過來 從這裡 你看喔 往裡面這樣折過來 折的時候注意喔 那個飛彈要往前喔 你看喔 來 來 看清 再來再來再來 對準一下喔 來你看 再一次再一次來 你看喔 本來是這樣子 來看清楚喔 你看喔 這一條線把它折過來的時候 那個飛彈會跑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折過來的時候 要跟這裡 這裡要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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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剛剛那個頭 摺下去那個頭的地方 也把它包起來了 把它貼起來了 那如果你在家裡摺 你可以很仔細的摺 摺好之後這些東西都要把它 這個開開的地方其實都要黏起來 讓它兩片變成一片 那這樣會更像真的飛機 好 來 摺到這裡了 你現在摺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飛彈是不是有跑出來 如果你把它奧進去就沒有了 因為這是紙 沒有辦法 我有坐立體的飛機 那個飛彈可以做的 來 你看 這樣子 好了嗎 好了 來 要跟上 來 再來合起來 把那個青蛙 把它合起來 好像青蛙在跑 你看 好 來 合起來 好 合起來看 那個戰鬥機形狀有點慢慢出現 來 再來你看 摺這樣子 有沒有 合起來 下面這條線呢 一樣把它摺 摔一摔 好 因為這個圖 這個圖 它是快要完稿之前給我的 所以沒有畫上那個號碼 沒有畫上號碼 所以你要跟著我這樣摺 好 再來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條線 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 有沒有 這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線 有沒有 這一條線 有沒有 這一塊 三角形的這一塊 喔 來喔 這一條線 記得 這一條線 把它摺上來 這一個 喔 這一塊 有沒有 這一塊 這一塊 對 這一塊 對 這一塊 來 這一塊 喔 這一塊 這一塊 喔 這一塊 好 來 喔 好了齁 來 折好之後 這一塊 用那個筆 把它刷 把它刷一刷 讓它固定一點 喔 這一塊 或是用你手的濕氣 用你手的濕氣 喔 手有濕氣 把它這個多刷幾次 讓它有點破壞它的結構 破壞它的結構 好 來喔 來喔 乾它清楚 再來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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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飛機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讀大學設計的 讀大學設計的 那個時候呢 我對於飛機的原理 來 一枝半解 那我是靠大量的飛 大量的飛 飛到最後 發現它怎麼會這樣 會那樣 後來呢 再去找那個書 再去找書呢 就看 就比較懂 我跟你說 研究最多的其實是 那個 有關於那個空氣怎麼流 怎麼跑 怎麼那個 那個才是最麻煩的 因為那個不容易講清楚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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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把它反過來 拗進去 會不會 拗進去 有沒有 拗進去 拗進去 那塊拗進去 拗進去 拗到裡面去 拗到裡面去 拗進去之後呢 一樣那個折的地方呢 有沒有 把它刷一刷 來喔 慢慢折 不用急沒關係 慢慢折 你很合 你要定 等一下 你先不要打開 要定 先這樣子 先不要打開 還不要打開喔 現在這樣子不要打開喔 來 這裡 我把它畫三個定數針 就剛剛你那個一樣 一 二 三 以後呢 這個再 下一次出的那個書裡面 這家F1 我會放進去 對不對 來 你看喔 三個定數針 我畫好了喔 一 一在這裡 二 三 開始定喔 你要弄得很平 你再定喔 因為這樣會 你會把它那個 定進去 看看 都 好了 中間一定要先定 要記得 好 好 定好做一個平的 三個 定好了喔 這樣看起來好像一支器官被抓起來 有沒有 它好像跑不掉了 來 來 好了喔 來這個地方 好了嗎 注意喔 要定喔 中間要先定喔 這個很重要喔 中間不先定的話 你等一下會奧肚不平 很容易變形 好 如果你已經定好的來 看來喔 定好之後呢 定的那一條線 你可以往下折下來 往下折下來 定的那一條線 你再折下來 折下來 折下來之後 一樣的 把它刷一下 折的刷一下 定的那個 兩邊都要折喔 兩邊都折 兩邊都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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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都不要打開喔 你看我現在折好是這樣子 扁扁的喔 那你看 越扁越好 越扁越好 那等一下你 你那個造型 它才會更立體 扁扁的把它壓一下 你看我現在折好了 我把它刷 把那個角度 都刷幾次 兩邊都要折 兩邊都要折 不要打開 現在不要打開 兩邊都要折 兩邊都要折 折好之後 多刷幾次 多刷幾次 那個折線 因為等一下我們需要這條線 非常的固定 把它壓得十十的 還有一條線 還有一條線 來 現在 扁扁的 現在看起來像那個青蛙 被曬乾了 對不對 被曬乾了 你看來來來 可是那個飛機的 戰鬥機的那個造型 越來越像 我沒有打開要扁的喔 那是扁的喔 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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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下飛機 我在二十幾年前 是要坐出來的時候 不會飛 那個時候 我一直 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戰鬥機飛起來那麼好看 可是為什麼飛起來不會飛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了解那個原理 對不對 因為我只知道 其實重量很重 因為它是戰鬥機 因為很重 其實那個重量 我剛剛前面講過 重量不是問題 而是你怎麼去配它 配重 後來我重新懂了之後修改之後 它才會飛 再來 再來要折最後的那個 來 先把後面這個先折起來 你看這個邊邊有沒有 你看翻一下 有一條線先把它折起來 往上折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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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折起來 那裡有一條線你可以對報一下 那 兩邊 先把它折起來 先折起來 好 這個折起來 這一塊 這個 這個先折起來 這個先折起來 好 先折起來 好 好 這個先折起來 移動移動來 不用急 你把它壓得越扁 它等一下做出來之後越漂亮 來這個 那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好 把它壓一下 再來 再來折那個機翼 你看 來我把它翻開 你看一下 裡面有兩條線 這裡有兩條線 有沒有 這裡 有沒有 折長的那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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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長的那條線 那個裡面有兩條線 你要折長的那一條 折長的那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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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有兩條線 你要折長的那一條 兩邊都要折 兩邊都要折 而且 用原子筆 滑滑的那個 把它 刷扁一點 要記得 你看我一直刷 從剛剛那邊用那個筆一直把它壓平的 掉到很平 掉到很平 等一下我們只要打開機翼 不是打開機身 機身要讓它留住 好 你看喔 扁扁的 扁扁的 先不用急著打開 扁扁的 有沒有 你看喔 扁扁的 扁扁的 好 扁扁的 你看喔 你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越是整體 越整體它做出來 你的飛機會越漂亮 而且做得越好 它飛起來越標準 越標準 有 膠水嗎 膠水它們全部都發了嗎 還沒發 那個膠水可以發下去 膠水 現在你看喔 它叫飛機 我現在把它打開了 來 機翼 這個叫主翼 前面那個飛機 主翼的地方 我要先把它壓下來 有沒有 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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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下來之後 逃下 逃下之後 抓著頭 你看喔 我坐在這個地方 抓著身體這個地方 就為了要什麼 把機器弄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身體 它不會那個 你把它弄到中間 好 上面這兩片 剛好把它壓到下來 把它壓下來 然後呢 讓它平平的 好 這樣子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我再講一次喔 你看喔 來 再一次 再一次 來 抓頭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三角 這裡有沒有 這裡 這裡 抓著 然後你把那個機翼呢 往下壓一下 然後再把它從下面撐起來 撐到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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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這兩塊呢 稍微把它弄得 調整到中間 這樣的話 這叫飛機 那這叫飛機 我看這裡 我沒有把它弄出來 這叫飛機 如果你有以後仔細看 其實我有把它改變一下 因為我怕那個弄下去了 可能折不出來 其實它是應該要 立體的四角形的機身 但是我把它改成三角形 F-16的飛機是這一種機身 我把它改成三角形 因為比較好折 那四角形的 它要多兩棟 這兩棟絕對會搞亂 對不對 絕對搞亂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折一下 我折一下 你看我試著做給你看 它是那個的 你看我把它做成 你們看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回去模擬一下 你看我把這一架飛機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現在把它做成四角形的機身 因為你們剛開始第一次做 這個將你這個的話 你會腦筋會轉不過來 你看 來 把它弄起來 好 你看喔 這個是 其實它原本是四角機身 你看來 看清楚 你看喔 你看我現在折好 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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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這個四角機身 有沒有 這個四角機身 它其實正確是要這樣 我們的F51 其實它是四角的機身 我看到了 那這個是三角機身 所以這架飛機其實是身體 我是用F16的那個身體 你看 有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 這四角的 有沒有 是不是比較立體 比較立體 其實應該這樣才對 可是多要兩棟 很麻煩 所以我們做這個就好 因為這個比較好做 好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這樣 來 好 做好之後呢 如果你有膠水 用那個膠水呢 用點的一點點 要幹嘛 把那一個 你看翻過來這個地方 開開的 這個比較開開的 有沒有 是不是開開的 稍微把它點一點點 點一點點 把它捏起來 好 有沒有 這個開開的地方 有沒有 用一點點就好 你不該怎麼把它黏上去 一點點 你黏它都會變形 好 把它黏起來 黏起來 這樣的話呢 它兩片就要變成一片 兩片會變一片 還有一個動作 乘下飛機 只能你回去之後好好地旅行 旅行到那個 這邊 來 還有一個地方 小地方來 你看喔 那個鏡頭可以把它拉到這裡 看著這個地方 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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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 後面有那個我已經檢討的 我把它呢 怎麼樣 這裡有沒有 你看喔 後面我不是要撿嗎 有沒有 來 把它壓上 壓下去然後再往後 摔一點 有沒有 壓下去 往後摔一下 有沒有 這兩個腳 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腳是不是朝上 有沒有 這個腳呢 就剛剛我們做那個子飛機的時候 後面那個什麼 微微的往上 這樣道理是一樣 但是呢 它會更標準 更標準 來 這一這兩塊 這一架飛機 可以把它拉回來 沒關係的 這一架飛機所有的重量 就由這兩小片來操控 這一架飛機會不會飛就靠這兩片 知道嗎 前面很重 前面非常的重 但是這兩片 它在空氣中 它會把它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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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平平飛 我現在這樣講 很好講 它是飛的時候 其實不好飛 我來試看看 怎麼辦 這架飛機呢 我這樣丟喔 來 我這樣丟 你就知道我們飛機為什麼常常摔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我們的戰鬥機為什麼常常摔 我告訴你 那些戰鬥飛行也不簡單 試看看 來 那邊要注意喔 看看色的眼睛 有沒有 你看喔 有像戰鬥機 好不好 來 再一次 再一次 但是你們要看我這樣丟 我是調整成那個 這個要很微微的調 再試看看 小心一點喔 有沒有 來 謝謝 所以一張子 給你回去好好練習 有沒有 到跟你同學講 是老師做的 有沒有 來 好 再來 趕快來 走起來 首先要有那個 其實注意喔 記憶要平的喔 記憶要平的喔 怎麼樣 有找到嗎 我那個書裡面有教你怎麼做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不好做 怎麼辦 這個如果要做的話 到時候要全部都卡住 怎麼辦 真正的那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 真正的那個F51戰鬥機是這樣子 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三角肌身飛比較好 知道嗎 四角肌身他會更那個 他會降低一些省力 怎麼辦 注意要平的喔 記憶要平的喔 因為這一項他的設計 為什麼他 記憶他是往下降 但是他身體往上升 怎麼辦 身體是往上升的 好 下一個 好 這樣 我再講一下 那你看一看喔 這個垂直尾翼 這一塊 我們看看這叫飛機 這一塊 我們稱他為垂直翼 垂直翼 看一下 我們先認識一下這個飛機 這個叫垂直翼 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這一下飛機呢 如果這一塊沒有的話 絕對不會你剛剛看的那個姿勢飛翼 他一丟過去馬上就翻了 知道嗎 不用特技表演他就自己表演特技 對不對 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很大 將來你看到飛機的話 那S6他可能很高 為什麼他速度快 一定要靠這一塊去撐 還有這個機翼 記得 對不對 機翼要平喔 你不要讓他翹這樣子 戰鬥機沒有這樣子的 有沒有 沒有翹這樣子的 記得要壓下來 好 來 放在這裡 好 可以喔 好了 我們要再做一架飛機喔 有沒有 再做一架飛機 好 再拿出一張紙 那架 戰鬥機把它那個什麼 放下來 怎麼辦 戰鬥機放下來 再來 剩下的時間 教你做一種原型的飛機 原型飛機 有沒有 那這個組原本是不對勝的 我們現在要把它做一架飛機 對 我們用這個一種比較好做的 你知道嗎 來 拿起來 把它變成正方形 變成正方形 好 那我可以換一個面積喔 變成正方形 你可以用濕的也可以啦 如果那個的話 也可以用剪的 如果已經剪好了 可以先看這裡 來 先看到這邊 你看 這個是 這樣 你看喔 這樣合起來 有沒有 合起來 合起來 是那個斜上去的這個邊邊 來 看一下喔 你看 斜上去那個邊邊 我們把它對準 這個地方 來喔 看一下喔 斜上去這裡 這裡大概一個這個邊邊 有沒有 這樣斜上來 真的不容易那個 你看 這樣喔 這裡 斜上來這一個 這一條線對準這裡 一個指幅寬 一個寬度 你看 我把它畫一條線畫到這裡 一個寬度 你點兩格 畫兩條 點兩格 平行的 跟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平行 你畫一公分 然後呢 再一樣 同樣的那個長度 然後再往前再畫一公分 平行 這三條線要平行 平行 喔 這個 平行 平行 你看喔 平行 看得懂嗎 再一次好了 你看 這是中間有沒有 合起來有沒有 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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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地方一個 一個手指頭的寬度 點兩格啦 點兩格 喔 然後呢 你看喔 這個 點兩格這個呢 把它畫進去一公分 這裡也是畫進去一公分 一公分 平行喔 平行喔 要記得 平行 好 平行 好 來喔 再來 來 動作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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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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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記得這個地方 好 如果你已經點好的 來 看了一下 先剪 我們把那個導流板 升降板 我們稱它為升降板 或是導流板 把它剪出來 你看喔 這裡很怕會剪錯了 那你剛剛 兩格 你看 我剛剛講說 剪進去一公分 就是你剛剛畫的那個 剪進去一公分 平行的 就是你剛剛那個 我叫你畫的 這裡 你看 這樣子 好 來 這裡 你看 這裡 剪進去 一公分 一公分 剪兩條線 一公分 一公分 這樣剪的 剪進去 一公分 一公分 就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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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來 注意喔 這個意思是說剪出來是兩邊都有的 到這裡 一公分 往裡面剪一公分 往裡面剪一公分 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F-51的戰鬥機的後面有兩塊 這個就剪了一個升降板 你先把它剪開 剪好了嗎? 剪好了嗎? 剪好了舉手一下我看看 差不多 來還有一些還沒剪 再來 剪好了 不過還沒剪也沒關係 等一下後面的再來剪也可以 來先把它打開 這樣打開 主要你剪的那個是下面 用剪的那個是當作下面 好 現在上面 對 這裡要再量一下 來 我把它 我看看 這樣子 你看 我先把它弄出來 兩格 一公分 不要 不要 用那個拇指寬 你看 就是你剛剛剪的那個地方 這個一個拇指寬 兩個拇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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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我把它畫出來 大概到這裡 你看 大概到這裡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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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兩個拇指寬 兩個拇指的寬度 有沒有 兩個拇指寬度 這個 這個沒有那麼標準 沒關係 只是把它量出來 來 再來 你看 開始了 來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折到你剛剛量的那個地方 就剛好折到那裡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剛剛 我說到你 這個下面這裡是兩個拇指寬 有沒有 兩個拇指寬 上面這個剛好折下來 折到這裡 折到這裡 折到這邊 折到這邊 折下來 折下來 再來 好了嗎 來這裡 記得 這裡 好 因為 這個 要 變成要用膠的 我會把它標準化 盡量就是說 不要標準化 其實真正會飛 更好飛的 其實它是有 它的一定的那個規格 怎麼辦 當把它標準化之後 會功能會降低一點 大家OK 好 再來 把它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 剛剛你往下折對不對 你剛剛這一片 你往下折下來 現在我把它反過來 好 把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的距離 有沒有 這個兩個手指寬 有沒有 反過來之後 點在上面下來 變成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 變成上面 上面兩個 兩個那個手指寬 兩個四指寬 點好 大概到這裡 有沒有 到這裡 好 到這裡 好了嗎 反過來 對要反過來 來 好 如果已經點好了 剛剛這裡 就你點的那個點 當作那個基準點 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 你剛剛點的那個基準點 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 折下來 那個我坐了飛機裡面 幻象2000的飛機 可以坐 幻象2000的飛機的折法 大概有30種 30種 那這個圓圈的飛機 也可以坐大概至少有5種 這是其中一種而已 好不好 好你看 來 折好之後 把它一樣 從中間往裡面刷 這裡 你可以用力的刷 慢慢的 把那個折線 把它壓到最平 最平 好 把它壓平一點 從中間往兩邊刷 好來 再來 再來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那個 來 你看 我現在再把那條線畫出來 我畫了一個中心的那個橫線 有沒有 好了 再來 跟上 再來 在中間 再把它折對半 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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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用那個筆把它刷得緊一點 刷了一點 對半 對半 好你看 我很用力的把這一條線刷了 好不好 好 對 那 趕快幫我拍這張 回去馬上可以做資料 好 看這個 忘記了 來 都可以 都要那個 好 你看 你看 這一個用力刷有沒有 用力刷 從中間往兩邊 要記得 從中間往兩邊 你看我用這個筆套 有沒有 把它壓得越扁越好 越扁越好 越扁越好 你看我把它刷得很扁 你看很平 我刷得很平 我刷得很平 你看 有沒有 刷得很平 好 再來 再來 可以到這裡了嗎 你這個如果沒有壓得很平的話 你折起來之後就會那個 會差比較多 好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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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 我看 因為我這個位置 有沒有 現在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本來這樣子 我們往裡面折下來 對不對 現在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 好 兩個拇指頭 跟食指壓在這中間 壓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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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著 壓著 好 壓著你看 再來 你看 往兩邊開始擠 開始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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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擠出來 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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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擠 把它擠出來 擠出來 一直往旁邊擠 旁邊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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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擠出來 擠到 慢慢的邊邊 擠到邊邊 把它擠壓出來 好 擠到邊邊的時候 抓著旁邊 拍著大概十張就好 來 來 來 好的時候你看 你看 你看這兩隻腳 是不是有凹的地方有沒有 是不是有凹的地方 你看 凹的地方你可以 有一邊 這個有一邊 這個有一邊 這個 這一個邊邊 往那個凹的那個腳 把它箱進去 把它放進去 卡進去 把它卡進去 卡進去會剛剛好 卡進去 我再一次你看 這兩隻腳有沒有 這兩隻腳 你看 怎麼樣一個凹的 一個凹的有沒有 然後把它卡進去 卡進去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你們可以找得到嗎 你一個可以用前面一個用後面 剛好把它卡進去 卡進去是抓著 來喔 注意喔 你看喔 我手上有定書機 定書機 你卡進之後呢 手壓著 剛好在那個中心點的地方 中心點的地方 把它定上去 定上去 兩邊就剛好合起來了 合起來 兩邊合起來了 來 合起來之後 裡面還是皺皺的喔 還是皺皺的 來你看喔 把它再從裡面再把它往兩邊擠 往兩邊擠 把它擠到那個 那個皺皺的地方 讓它很平 然後呢 越擠越 那個 把它擠到最後 往下 來你看喔 開口 把它壓一下 讓它變成果圓的 火圓的 剛剛那個 看了那個電視那個小馬 他說 他跟我講說 他要一個新型的 新型的那個飛機 他說這樣你會不會走 我說可以啊 後來我就做一下給他 那那個人的責罰 跟這個有點類似 但是不是這種喔 把那個做出來之後 再把那個型壓出來 來你看喔 一樣喔 另外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呢 會有皺皺的 你要把它擠 把它擠一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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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把它壓平 壓平 壓平 好 你看喔 你看喔 那個嘴巴那裡是口圓的 你也可以用圓的 但是圓的喔 圓的 如果變成圓的話 飛起來會晃 會晃 會晃 那如果你讓它橫圓的時候 你那個邊邊的 它會有變成垂直液的作用 垂直液的作用 垂直液的作用 來 扁扁的 好 來 你看喔 橫圓的喔 橫圓的喔 那還記得剛剛呢 後面有剪的兩塊呢 讓它 把它往上 來這塊 你剛剛有剪的這個 把它往前壓 然後再往後刷 那兩塊呢 往前壓 那兩塊 往前壓 然後再往後刷 這兩個有沒有 這個呢 這個會造成它的那個空氣呢 去壓它 然後把口開起來 好了 你看喔 做好之後呢 是這樣子 有沒有 各個角度都看一下 各個角度都看一下 尤其後面這兩個 後面這兩個 後面這兩個 你看喔 你看 從正面看 你看它後面那兩塊呢 是翹起來的 這一架要怎麼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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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喔 來 可以對著一下 來 來看一下這裡 第一個 要注意的 後面那兩塊呢 你一定要 把它往前壓下去 往後刷 往前壓往後刷 它才會造成它 產生生力的那個現象 第二個 要扁的 橢圓的 橢圓的 還有第三個呢 裡面那個皺摺的地方 盡量把它壓到很平 再來要飛的時候 要這樣抓 你看喔 要維持它是橢圓的 然後你丟的時候呢 你不要跟丟棒球一樣 它絕對不會飛 好不好 平平的 平平讓它出去 有沒有 平平讓它出去 再一次喔 它剛剛有點往左偏 我把它降低一點點 來 再一次喔 來 你看喔 來再一次喔 平平的喔 要它維持直線喔 你不要讓它轉喔 為什麼呢 你要讓它空氣很穩身的灌進去 然後呢 這個都會產生作用 它才會飛 如果你是偏的話呢 空氣根本沒有灌進去 它就不會飛 對不對 所以你 要平平的丟出去有沒有 它才會直直的飛 來 好 謝謝 來 你不會飛 你不要怪飛機喔 好不好 是你就做 你看你看 你不能丟一個變化球 它絕對不會飛喔 好不好 你看喔 你看喔 看清楚再看一次 飛機我拿到後面去的時候 是平的有沒有 假設有一條線它這樣子有沒有 你看喔 換動作有沒有 所以它出去的時候 也是這樣直直的出去有沒有 你要讓它空氣往裡面換 有沒有 好 要不要先試看看 就那個站起來試看看 試一下 來 坐下來 好 來 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喔 那一本講義喔 裡面還有一些飛機喔 有一些飛機你們回去喔 按照那個做看看 他們裡面的飛機是從那個 紫飛機封場那一本書出來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喔 你可以去找 好嗎 但是呢 今年這本書我要改版 好嗎 你現在可能一看還可以買得到 但是我要改版 因為裡面 我發現有很多 必須要修改的地方 所以我的臥裡面等也可以喔 我大概這個暑假呢 你會把它 那個修訂好的那個 那個寶寶給他們喔 那這些呢 飛機呢 你可以試著摺看看 好嗎 那我們今天喔 來 小朋友喔 我們今天喔 紙飛機呢 這個的時間喔 也差不多喔 有一件事情 我要必須跟你們講 因為這一定要強調喔 那個紙飛機 大部分小朋友會去丟 你一定要告訴他喔 一個頭尖尖的 絕對不能往人的身上丟 知道嗎 或是說 如果你覺得那個很尖 尖尖的 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平 剪圓的 剪圓的 那就比較傷害性比較小 對不對 因為加上速度喔 那個射到眼睛還是會受傷喔 要特別強調 要特別強 尤其家裡有小朋友 小小朋友喔 那一定要講 好不好 做的時候呢 都特別注意 還有那個定數針 你定的時候呢 要定下去 沒有的話你手一刷 馬上刺激 常常有小朋友會知道會流血 要特別注意一下 安全還是最重要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們呢 非常感謝這個 那個朱老師喔 我們合奏好幾天 非常感謝朱老師 就換這個 好 謝謝 我交給朱老師 我知道 大家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 瀑布一樣在想要去試飛 你手上的四架飛機 對 剛私主試飛了兩架 那現在手上有兩架 但是如果 欸 先問一下 你覺得今天的活動 是不是很酷啊 是不是 是 那你覺得加入科學廣場 下次你還想想 再來 是 好 那你知不知道加入科學廣場 抽籤很難 抽 不好意思齁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建立一個型態 今天很多新朋友 可能要聽朱老師講一下齁 我們每一場呢 都會抽一個家庭 當作VIP 就是 這個抽的原則是 從你的回饋單 就是說 請盡量給我們意見 還有把你的心得收穫 你的感想 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每一場 會抽出一個家庭 這家庭會發給您VIP券 然後你下一次就可以直接用這個VIP券 你就不需要跟別人一起抽籤 因為重籤率真的很低啊 大概就只有3分之幾左右 所以請大家盡量給我們投資 這個呢 忍意識齁 把你的意見 把你的收穫告訴我們 因為 你這四個飛機 回家是不是可以盡量飛 因為 你要飛多久都可以飛多久 可是你現在花五分鐘 好好把問卷寫一寫 然後我們下次就有可能會再來喔 是不是 好 那一邊請問卷的同時 也請把雙手借我一下下 我們卸一下我們主要的手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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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